新城乡又发生了一起 治状车祸伤重不治的意外 这是发生在29号的下午 一名连约40岁 邻近男子他骑着机车 行经新城乡家里三街的时候 不晓得什么原因 突然撞击了停放在路边的小货车 由于撞击力道很大 伤势严重 这个男子送医之后依然是宣告不治 画面中一辆机车快速通过 没想到这却成了他的最后身影 29号下午 一名连约40岁的邻近男子 他骑乘机车 行经新城乡家里三街时 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小货车 由于撞击力道过大 机车零件碎裂一地 车体严重变形 邻近男子全身多处骨折 当场失去意识 送医抢救之后依然是回天法术 邻近民众骑乘普通重行机车 由家里村往北谷村 南往北的方向行驶 行经上述地点的时候 不设置状 停放于我们家里村家里三街围墙旁的自小货车 导致我们灵性民众全身多数的骨折 受伤 当时状况是意识不清 经紧急送往我们国军花龄总医院急救诊疗中 经国军花龄总医院急救后 院方不幸的在晚间7点7分宣告急救无效死亡 灵性男子综艺之后经过抽血酒测之后 酒测值是零 没有酒驾 造势原因 新城警方还进一步厘清当中 而新城警分局也呼吁用路人 平常就要小心慢行 并且注意周边的耗制 不要超速酒后驾车 疲劳驾驶或者是有其他的违规行为 以免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